这一天是习惯性阵容 回到了熟悉的领域是吗 是 这阵容他们可太习惯了 来一个嘟嘟射手 你猛猛地刮 但嘟嘟射手到了后面 打这个盖伦和人马 还是有点吃力啊 是的 但是他提供一个算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控制吧 嗯 包括视野的一个探测上 韩兵还是非常好用的 看见韩兵还是一个 比较万金油的工具型的一体 是 左边就是这种好扎实啊 人马奥文加吸血鬼上边还有个盖伦 四兄弟往里冲的 这 没有后排可言 阵容就是把输出和前排 尽可能拉满 就不断地通过B团 就给你压力呗 纯纯的一个打团阵容 是的 那最后一首看一下这个鳄鱼的氛围了 就拿谁去打左 那是谁去打这个吸血鬼啊 勇恩 勇恩 鳄鱼 咱们勇恩可能是好的 打野位智商的话 嗯 龙女队变到人马 嗯 感觉僵尸在打野英雄的选择上 还是有比较多的想法的 打野是个龙女 怎么说 最近因为我看这个版本龙女刚更新完 其实我还挺挺期待这种英雄出来的 结果这把就真来了呀 感觉僵尸这名选手就是 他喜欢用一些尝试一些不同的打野英雄 嗯 每次都会拿一点新的东西出来 就这个版本的龙女是刚加强完的一波 他的点动器速度变快了 对的 而且其实这场比赛 因为下路的话 小马使用到一个比较功能性的AD 所以可能需要在上半区 上中野进行一些发力 但是啊 龙女这个英雄咋抓人呢 这是个问题啊 就是要出现小马一个 剑射过去定住人 这只能看小马这只剑了呀 是的呀 或者你要靠一个鳄鱼在团战当中 能够经常打一些持续性的控制 也不太可能 所以说只能看抓边的机会 小马这个剑到底射的怎么样 小马这把的剑确实很关键 是帮前期J-Team启示的一个关键点 而且寒冰这个英雄打线又厉害 寒冰加酒桶 这个可以说兑纯恶心人组合了 对的 而且左边这边Noir 又是一个奥恩辅助 其实对于线上的帮助没有那么大 看所有自己的话怎么处理 是的 他这个就属于什么 就是要利用下路对线的一个优势 然后去让辅助的优势 能够辐射到别的半区去 是的 果真下路啊 Noir这边打的就比较保守一些 没办法这寒冰一击太厉害了 寒冰一击可太厉害了 这下路是直接从石头刷 不让你有机会去偷我的小石头 因为其实就吃过亏嘛 就是打野的这个小石头又被打掉 又被下路拿到优势之后打掉 这样的情况出现过 所以说这把的话 人马这个穿野路线也是比较聪明的 嗯 先把下面先刷了 也知道自己家下路这个对线 可能刷人组对线比较劣势 一顿点 完全点不过 刮杀女王在初期她可不刮杀呀 线上的能力还是有的 现在很难受 而且九筒这个点的话也是 赖血能力很强 不怕给你换血的 嗯 寒冰助手对线还是厉害的 但越到后面就真的是助手了 看抓鞭和团战的一个发挥吧 上路小张和Surya的话 鳄鱼打盖伦 也是 就现在上单其实经常会出现一个 不太会有问题的情况啊 这样的对线出现 没错 我还是期待这场龙女怎么怎么玩吧 特别是面对到 星斗这边啊最强势的一个人马 嗯 这边过来 适当性的给给你压力 这么说 直接回家了 确实也没啥说法 没有被打断 主要是现在想打这两个人 伤害也不太够 确实 看来现在差得还挺多的 现在还是感觉要等到寒冰有剑 然后再去找机会 这场的一个开局 较为平稳 也跟阵容比较有关系 好 好 我现在确实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角度和机制 而且右边的话又是一个打野龙女 她其实是 就是没办法抓人的 是的龙女是真抓不了人 龙女真的只有打团 哎 以消空子 然后给你换一套血 我这盖人转得很痛啊 然后直接是把舒雅的 都给打死来了 下路 山羊之心一顶 DI被顶飞了 一个大招一刮 直接把DI拿下 拿下之后的话 下路双人组直接被连破了 而且还没倒 直接龙女扑洛过来了 一巴掌 直接是把EZ给删飞了 但是EZ的话 这波拿了两个人头 对 但EZ拿了两个头啊 这个有点大起飞啊 下路这个对线 所有对于整体伤害 和机会的一个把握 还是非常好的 包括奥恩 跟这个 亚米整体的一个配合 特别好 猝不及防哦 太熟悉了 这个太熟悉了 突如其来就一波 前期就是前几集 被压得太难受了 现在赶紧有大之后 都找一波机会 想翻身做主人啊 这就是 看两边现在限了一个处理情况啊 因为马上要等到第一波发生点了 感觉再带一波 现在EZ要选的是换中了 如果两边要争资源的话 两边AD都得靠中去站了 是的 下路的话 亚米也来了 应该清完这一波 开大清清完这一波 最后就要去换 都是尝试吧 还是想看一下龙女在 前充七资源团当中啊 就整体碰龙的一个节奏 龙女 有龙女的阵容讲道理 小龙应该是要优先级更高一点的 但是当前版本的话 如果丢先锋其实让对方拿塔还是挺难受的 确实 但这一点也不太好接受 那咱们就两个一起拿吧 理想状态下一起打 对 理想状态要一起打 但是现在对于他们这个阵碍 现在也不足够是理想 星斗 星斗已经动起来 但是发现对面在打先锋 这先锋就直接让了 那也没关系 不换一个 哎 但是这个拉打的速度也慢啊 一直被拉扯 首先 将来一箭 山羊直接阳开叫 叫了之后的话直接是拿下 而且韩冰直接被收掉了 将这个星斗被骚扰 血量也不太紧抛 星斗这个血量太低了 还好一个蛇皮走位扭掉了 九桶一个肉蛋冲击 闯掉赶紧走 对 就是先锋我不要了 我也不能让龙女这个点啊 拿到自己的小龙 嗯 代价就是中路一塔 但是中路一塔其实也挺关键的 是 而且又撞了一头 这波自然团打完两边又稍微太平滑了 就这把两边那个对局感觉打得异常稳健啊 是的 主要还是因为J-Team这边一个龙女 她其实是不太好找节奏的 包括其实下路对线 原本下路对线是一个优势 结果因为所有和Yami的一番操作 导致说下路也没有太多的优势 对 所以整体节奏都平缓了 而且NOVA前期B战跟你去换小龙这个决定 其实对于江之这边来说也是挺伤的 嗯 但是很聪明 拿优先是最高的能获取精致最快的 现在双方还是比较一个五五开的状态 去刷刷下去 防御塔渡层即将拖落 到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动作 战斗都爆发在下半局 中路一塔这方面会是J-Team的一个优势 看一下兵线上能不能做一点文章 但是因为NOVA也是一个运营经验比较丰富的队伍 所以现在中度守得还不错 包括EC整体的一个站位 所有整体的站位比较稳 下路想开吗 绝对了 我感觉缘键也没中 蒙蒙换血啊 但是SKY这边太能吸了 看一下龙女通通摸过来 但是被摄影看到了 打野碰到了 现在如果JT这边想起节奏的话 可能还是要看 魔法水零件准不准 嗯 这边其他这几个点不太好开团 这有一个特别好打到角度 这风车线很清兵 但是看这个样子 可能要就倒在塔下了呀 这个有点 NOWA这边的一个配合 上路这边从事动手 有说法吗 上海也不够 但是逼出了小章的一个闪现 而且下路这个防御塔还是掉了 NOWA的一个稳步运营还是可以的 JT刚刚想上路下路换一下节奏 结果其实是亏了一点 上路没有推掉 下路塔也没有守住 人还阵亡了 哎这只见到了 中了之后 但是后续上海感觉也不太够啊 这龙女拍了两巴掌 结果都没反应 而且所有反应也非常快 在中箭前一秒 他其实位移是交出来了 所以第一时间其实跟龙女拉开了一定的身位 这个选手其实他打比赛的专注度真的是非常高 反应很快 是吧 把优势发挥到极致吧 看我刚刚又开转了 小章这个盖伦玩的也是非常非常油的 有想法吗 三个人集结 但是其实小龙马要刷了 对盖伦动手的话 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龙女应该是要把 这不过现在清完之后回家补装备了 而且还有十秒 小龙要刷新 这条龙 看龙女能不能抢到 J-Team现在抢位置 中路的兵线的话是Noah这边 是J-Team这边清掉了 被咬了一套 鲁鱼被赶走了 舒瑞亚被逼到侧面战场 然后直接击火Noah的Sky Sky交出了血池 山羊叫羊 侧翼一叫 只叫到了一个龙女 E-Z给出了大招 永文封城阶段 挂得也很不错 舒瑞亚 侧翼已经没有血量了 先被E-Z给收掉 正面团队人士一触即发 奥文风向引起往前顶 然后Noah继续 闪着过来继续打一套输戳 非常精准 秘术射击 拿下寒冰 是的 现在这一听们感觉 这个寒冰助手的威力 开始下来了 对的 而且这条龙的话 也是被Noah这边 继续拿到龙 没有空到龙 将之能不能走 走掉了 你看这个 其实这个山羊叫的位置一般了 但是后续伤害和持续追击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的 SKY和SOYO其实两个人都是把伤害完全打满的 对 SOYO最后这个真的太准了 没错 那这个情况其实对于J TEAM来说就非常的不理想了 形式有点类似 哦 就上一把形式就是这样的 挪瓦打J TEAM的第一把就是初期挪瓦领先个五六千精击 那突然一下子就没了 现在经济快要来到六千了 经济差 但怎么说呢 我觉得EZ这个点现在这个装备还是非常可看的 就领先的有点多 对的 超前发育 但是这个寒冰助手现在真的是寒冰助手了 怎么说要早就贵 这风水军队过来自己已经先被秒了 起身还能吸口大的 然后直接规避开了迪外的一个大桶子 然后人马再一个大连人带 后续的小M一起收 这特意有点危险了 寒冰倒了之后的话这个鳄鱼怎么办 也没了 那这样 大龙的呀 是的呀 这波造狱战直接是让J TEAM这边减缘 龙女自己一个人的话 也完全没有办法过来抢 不敢过来看 大招也没刷好呀 手上也没闪现呀 他现在是没有位移下来看的 这波下路的遭遇战 让J TEAM这边猝不及防 是的 然后小张直接上面按上当保镖 让我看看有哪个小子要过来偷我们龙的 没人了 虽然Nova打的速度也没有很快 但是还是平稳拿下 对 主要这波团战胜利给予 给予Nova这边的加持是比较大的 但现在Nova是拿完大龙buff 现在感觉要开始囤兵 开始两条线一起带了 要抓一波吗 不是 这抓盖伦感觉有点抓不动吧 没有必要吧 这两人真杀不掉一个盖伦啊 这盖伦这个坦度不是跟你开玩笑啊 但是感觉现在就属于 J TEAM现在没有办法集结一个双好团战 DYE没有地方出去 鳄鱼 I SO瞄解 哦 但是确实也没办法 寒冥助手就是这样的 等后面C位啊辅助 水银一坐 那这个剑就没用了 过来想硬切 亚密直接大招 人马直接硬身往人队里面抽 开启一个板架很肉 一点办法都没有 心动还在前面考 吃了一个虚偶面对三人的伤害 他还活着 但这下终于要站不住了 交闪现龙女一口 配合队友直接收掉 三龙女自己也是跟人马 经历一个坏命 但自己的胸里面感觉全操不住了 韩比助手倒在了塔下 RTY这个辅助 只能在外面被两人围追堵截致死 上路已经退上了高地 中路也退上高地 只有搜这 一人活着 但一个永恩面对对方 四人推进 感觉是手无复制之力 感觉有点难 守不住 守不住 这个感觉真守不住 把兵线清完之后 兵线一进塔 感觉应该可以强行一波了 最快复活的时间是 厄余的9秒 剩下几个人点塔 感觉就能赢下比赛 但我们也可以恭喜 NOVA成功获得 第一小局的一个胜利 恭喜NOVA 不到15分钟的时间 这场比赛就已经稳稳地拿下了 怎么说呢 感觉 就只优势了初期那么一会儿 然后后面就完全蒙了 对的 其实 就J-Team这个阵容 是非常有想法的 韩冰 龙女 可是NOVA 凭借着他们丰富的一个运营的经验 第一波跟对方换了一下 情念 优 帮 男